英國億萬富翁維珍創始人李查德·布蘭森 星期日乘坐維珍銀河太空船2號 從美國新墨西哥的一個發射場升空 成功進行了首次助人太空試飛 奠定了今後商業旅行的里程碑 布蘭森在澳遊太空的時候說 這次太空飛行是一生的完整體驗 現在它正在附陷著一個美麗的太空港 維珍銀河號太空飛機在距離地球表面 最高88公里亞軌道上 在微重力環境下飛行了4分鐘 這次是非從升空到降落 全程原本估計大約90分鐘 在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升空飛行和返回使命之後 成功地降落在新墨西哥州的跑道上 為該公司第四次太空飛行 畫上了完美的句號 布蘭森是這次太空飛行的6人之一 另外還包括2名飛行員和3名專家 在升空前布蘭森說這次飛行 還會開啟太空商業旅行的新紀元 不過商業太空飛行的費用 不是一般人能夠承受 預計每張太空飛行票大約是25萬美元 雖然是這樣 希望進行太空飛行的人是不少的 已經有幾百名的富翁預訂了飛行的機票 有一個人能夠的飛行物 跟我媽和父母也 再接受